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请放掌 各位同学 大家早 那我们今天 复习一下 上礼拜 是我们的讲义 这一张是从面 这个页面 今天这个页面 好像有点小 很奇怪 它的投影里面 有放到最大吗 它有收行 因为你看它旁边 两边都切黑的 很奇怪 没关系 那我就把它切小一点 不然这样进不去 要到这里 就是灭禁定是家型的 那就是有一次呢 活陀在八十岁的时候呢 刚好身体病痛 然后他就入灭寿想定 那那个在匹瑟卫国的时候 他当时候呢 因为身体病痛 所以入灭寿想定的时候 暂时就是身体的病痛就没有了 因为在这个受孕跟响孕没有的时候 他大概身体的病痛 他也没有感受到 休息一下以后呢 再出定 因为这身心的病痛呢 藉由定律 他暂时有扶住 所以这个灭禁定要进去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加行德才有办法 唯有圣者的一生不起 他这里说圣人可能他可以理懒得 是像世尊他可以理懒得 那一般凡夫的话 一定要加行德才有办法 那也是在人界这里开始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上过的 前面的八个卸托 这个八卸托的最后是灭寿想定 那之前七个卸托 还有呢我们的八胜处 还有十片处 这些全部都是理懒得跟加行德都有 那理懒得跟加行德比较起来 理懒得比较容易 加行德比较需要 加功用行努力 因为呢 这个功夫要用得更深 是因为你比你原来要更进步 那理懒得的话就是你原先如果修过了 那现在只要再互习 再把你那个 曾经学过的那个清静的部分呢 把恢复 所以理懒得 离开你之前 已经离过的那些染污 因为有在恢复 那个清静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要理懒得是比较容易 就是代表你之前有修过 那再来这一章呢 是顺正理论 他的补充内容 是说八片处的刚开始修行呢 还是要我们的眼 所以呢他讲 无色界依三界 是因为呢八片处里面的 前八片处是眼界 然后呢 是无边处跟空无边处呢 就用意识 所以还是依我们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三界里面呢就是 无色界呢要依三界进去 其他的话就是只有在我们人这一界才有办法 因为无色界里面还有 呃 是我们空掉我们的义识 还有识 所以呢 呃他依的是三界 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讲 呃前八片处呢因为是初禅、二禅、三禅 四到四禅 所以呢他是还是有设法 依眼识的加行 然后空无边处的话呢 要依空界要圣界、书圣了解以后肯定成满 然后呢远拟这一地的世运 因为色运就没有进去了 只有受想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还是要用到眼识跟义识 所以他还是要依三界 依三界才有办法修到无色界的部分 那其他的就是 我们的三界托跟八胜处呢 就依欲界的人 好申才有办法 因为这些呢都在色界跟欲界的部分嘛 因为我们前三个卸托都是色界跟欲界修进去的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讲到 呃这个依人界呢 来讲他没有北聚如舟 因为北聚如舟那里呢 呃他这个不适合修行 所以那里也没有佛法 当然他就没有修这些 呃修行的三界托八胜处的修行方法 所以呃人呢还要依圣教理嘛 我们的呃佛陀所教的这些方法 所以那边呢他就呃没有这个 呃我们讲的呃前面这个宋剧里面讲的这个呃灭定 然后呢呃要依什么进去 然后这边呢要依进去的地方呢 无色界要依三界 其他依人界 那依人界部分呢就除掉的是北聚如舟 好 好 那接着这一个宋剧是讲说 呃依起定的缘 那前面那个依定的身 要进去定的身体是依哪一个界 那这边是要起定的时候呢 的因缘 那因缘上来讲上二界一定要 你以前有修过 因力跟业力能够起无色界的定 因的话呢就是你先时 呃这个静呢就是你之前啦 跟你这一身很接近的上一身修过 或是呢你现在不断的修为因 所以呢他这前身的呃顺身业 顺身业就是说第二身 好达到 所以前身的顺身业就是我们的呃 呃第二身 那等于你上身呃上一辈子有修 这一个是第二身的时候 那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呃定力 好所以这是进修最近 最靠近最靠近我们的 或是你呃之前呢有不断的练习 然后呢这一身达到的叫速修 好那这也就是讲到说呃 呃我们如果以前面来讲这个呃三界里面呢 上二界要因力跟业力 才能起无色界的定 好业的话就是你有修那一 呃那一界的禅定 所以你跟那一界就有相应了 好 然后呃色界的话 好这个还是业力的话就是呃你只要跟那一界的 这个这个应有相应的话 好你就可以达到 圣后业的话呃是第三身 所以有可能是第二身第三身都有可能 所以他这呃呃呃呈感 上帝生圣后业 彼业易熟成熟了因缘将献起 然后势力就能让他进 呃让他得到这个定 好但是呢你一定要离开下帝燃才有办法 好这个是他的条件 然后最后这个这个句子呃的颜色说 但是他绝对不会是法尔利 为什么因为法尔利一定是在呃让你从我们的一界一支修上去修到四禅 吴云天的话是在色界的第一个嘛 好那到色界的四禅的话 他就没有山灾了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结末的原因 让你一支往上修上去 那所以那个呃上二界是我们的色界跟 啊无色界咯 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因跟业起无色界的定 好这里的呃身上二界哦 是指我们的呃这个色界跟无色界 好如果你是因为这一身有修呃 呃禅修到出场二禅三禅 好你就修到那一呃 呃界的这个定律 所以这个因律跟业律就已经决定了 那如果是你在下界的时候 你有可能是因为结末的关系呢 让你推你上去的 那是法尔利 所以生色界天呢起色界的是净律 好除了因律跟业律 但是因为刚刚那个特别讲的是说 能起无色界定 二界由因律跟业律 能起无色界的定 只是说上二界他因为有因跟业 能够起无色界定 但是色界如果他起净律的话呢 有可能是法尔利 好但是呃色界另外又有一个条件是说 是因为呢我们的世界呢气势间将坏的时候 下地的友情一支呢 呃没有办法有这个空间存在 所以气势间一支消失的时候 就帮他们往上推 所以下地的友情自然而然就起上帝的净律 好因为在那个时间呢 他有接触到善法 然后他有修定律 他自然呢就有法尔利真圣 他就修上去了 好所以二界由因业是指说 呃无色界的定 比较讲的是无色界定 然后如果色界定还有一种状况 是法尔利修上去的 好所以我们这个 嗯 头影片的最后这个地方讲 无色界有两个 就是因利业利 色界由因利业利跟法尔利 那如果玉界的话还有一个多一个什么 啊 教 圣教力 然后再来呢 这个活证法有两个 就是 教学的跟实体是证的 就是 呃你学了以后你还要去修行 所以教证法的话呢就是 呃他要应众生需要 呃这个根气跟烦恼 有不同的 呃有不同的 呃 Jim 24 brush 教学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是应众生 呃 这个不能给人多能 呃 sola 呃 então有不同的呃 这些呢こう说的 stat二分第一中的内容 那整个就在三藏十二部里面 这是教证法 好 正正法的话呢就是 就是我們在這一些賢聖品裡面看到這些聖人 他們從身為原訣菩薩這樣的接次 然後他們要修到那個接次的時候需要有怎麼樣的 斷了哪些見識或的煩惱不一樣 所以這些就是他們憎悟到這個宇宙實相真理以後 他們斷了煩惱有這樣的差異性 就是三聖來講就是有聲聞 獨覺還有如來 他們所得到的不同的菩提分達到的聖果 那這些能夠讓這個正法注視多久呢 就要看這個教正法跟正正法的人 到底是有怎麼樣的一個努力 所以有持說行此便注視間 就是說這個如來的正法究竟能注視多久 問題不在正法而在於持正法的人 就是說如果這個世間不斷有人受持 就是聽然後也有人說然後又有人去正 當然後面這個也很重要 不斷的有依教奉行修行的人 那這個如來的正法就會一直在人間 我們剛剛上禮拜有講 雖然現在進入末法的剛開始 但是如果有修行的人有正悟的人 還是末法裡面的正法還是有 只是要看大家的努力啊 所以持說行是 這邊這個宋句裡面有持說行者 此便注視間 這個佛法的正法就會在人間留住的時間很長 那如果你過了一萬年以後呢 末法現在才剛開始 到後面呢 當然佛法就慢慢從人間滅掉了 所以以後就沒有說法也沒有聽法的人了 所以現在還有聽有說 但是正的人少是因為大家會有懈怠 所以他下面講這個 道要戒人去弘 法也是依人而住啊 那這個不論時間是多長呢 就是要看能遲的人有沒有 這是警力警惕後世人啊 一定要奉行 依教奉行去修行比較重要 佛法才能住在世間 所以因為懈怠跟放逸其實在我們的五位七屬法 也是我們的煩惱地法 所以這個都是眾生有的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法 讓自己不會懈怠不會放逸 你就是要自己想一個方法 先是下雨天然後天氣又比較冷 有人就會想說哇這個棉被窩實在很溫暖 不想離開要多睡一會兒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自己用方法去克制自己的懈怠 要怎麼樣讓自己呢不會呢 一直放逸 那這個也要 因為每個人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個人要自己去想方法 那我們這個宋句呢 從前面呢看的都是五言一句啊 這裡呢 開始 以下呢六一八頁有一個就是加斯米羅一里程 是七言一句 所以呢四句一宋 五言 然後一句 然後呢四句一宋 所以你從這個七言呢 開始就是一個我們的流通分了 中間總共有六百宋 然後流通分有幾宋呢 四宋 你可以看 六一八這個 加斯米羅一里程 我多一筆四對法 少有貶量為我施 判法勝利再謀你 這個是講到 記者論的宗旨 然後接著 這是 我們流通分的第一宋 然後第二宋是 大師四眼久以弊 堪為政者多善滅 不見真理無智人 有彼行思亂聖教 這是第二 自覺以歸聖幾滅 此彼教者多誰滅 事無依附 然後上眾得 勾至或隨意轉 這裡呢他呢 在感嘆的時候呢 感嘆了兩次 所以在我們的六一八頁 你會最後一行你看到 他說商探人在勸學 那在商探人最六一八頁 這一行他又分兩個 第一個呢 直接商探人 第二次呢 再一次商探 就是這也傷心感嘆的意思啊 第一個呢 商探人裡面又分兩個 在六一九頁第一行 就是說感嘆這個有得的人 沒有了 再來 有得的人沒有 又會有什麼的過失呢 總共分兩個部分 這是人的部分 好 然後呢 這個感嘆呢 他不是感嘆一次喔 感嘆兩次 我剛剛念兩個 送句 這兩個 第一個感嘆就是 前面兩 就是我們的六一九頁 總共四句就是感嘆了 第一次跟第二次 然後來到六二領頁 這個是勸 勸大家 好 要好好學習 好 所以流通分總共有四 送 然後 我們的前面的 也是七言的部分 好就是翻到我們正 最開始的地方是 第三頁那個也是七言 那個就有三送 所以整個據說論有 怎麼樣 前加後有七個送 因為前面三個送 後面最後流通分四個送 序分有三個送 流通分有四個送 所以總共加起來有七個送 再加上六百 六百零七送 總共是這樣子的內容 因為這個其實在我們 這個元徽法師這邊 他稍微有提到 我翻一下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他這個 六十七頁你有看到 六十七頁倒數二行 一文正解將是此送略分三部分 一序分第二正中三流通 好 所以呢 畜分就我剛剛講的 第三頁那個部分有 前面三 只要七言的都是 我們的一個是畜分 一個流通分 那畜分就像一個人的臉 然後呢 六百送正中分就像人的身體 然後流通分就像我們的四肢 就是你的兩個手兩個腳 因為為什麼你的手腳靈活 你才會活動嘛 要把這個法流通出去啊 就像我們的身體的四肢 然後正中分就是身體 然後序分是臉 就是把它做一下重點的提息 好那我們再回來六一八頁 這個宗旨的地分部分呢 我想因為他出現了加斯米羅 所以加斯米羅是我們的北印度 的一個國家 看一下我的 出現這一張就是要告訴各位同學 如果你上課呢 都有一年沒有超過四次以上的請假 然後我們這個基金會就有一張結業診書 是鼓勵有報名的同學 然後呢 你也很有橫心的把它讀完 我們也沒有請你考試 也沒有請你寫作業 別的學校 別的活學院還需要寫作業跟考試 只要你來聽課而已 你聽得懂聽不懂也不知道 有人在那邊休息我們知道 但是他有上課很認真來 就有這一張結業診書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 加斯米羅呢 就在我們這個位置 我們這一張圖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 這個他這一台是不能 對我上面畫紅色這個位置 看這個位置 好 看到加斯米羅 然後這是劍陀羅 那世青呢 他就出生在這個位置 白夏瓦這一位 等於說印度的北邊的位置 比較靠近西北 然後呢 這個 加斯米羅是有部的一個 結局大匹菩薩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地點 是現在的克神米爾 也是祭兵這個位置 好 跟我們這邊西藏很接近 然後呢 再往這邊過來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是 叫做劍陀羅 西邊這邊劍陀羅 然後呢 世青論詩呢 他雖然在有部出家 可是他出生的地點在這裡 這裡的思想就不像這邊這麼保守 他在那個巴基斯坦這個位置 好 也是阿富汗的東邊 現在 以前就不是 因為以前名稱叫劍陀羅 然後這個是 加斯米羅 好 好 這個 先知道位置以後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有一個 好 就是 聚生論是以阿比達摩來的 然後也就是說 把阿比達摩呢 當時候呢 那個時期 到 世青論詩的時候呢 就是 我們的佛法分析法 已經論呢 達到一個最高的部分 所以呢 他把整個阿比達摩的內容 佛陀的法分析呢 都在裡面 好 那以什麼道理來解析 這個阿比達摩呢 這個我們這個 宋句就是在 這個宋句在講的是 俱色論的宗旨 他的宗旨 他的宗旨就是說 他也不是自己隨便亂講 他是依這個 加斯米羅的 這些 大匹佩沙論的論詩呢 他們的道理來集成的 我多依比試對法 稍有貶量為我施 如果我有稍微去 批評到這個地方呢 是我自己的過失 所以呢 但是要判斷我講的法 是不是正確 合不合乎 活陀的原來的本意呢 那只有 有事真 能夠呢 去評判了 那其實呢 他這樣是很客氣講 因為他把 有部的 這個缺點啊 做了一些呢 調整 所以 加斯米羅呢 是大匹佩沙論詩 結局三藏的地方 所以 大匹佩沙呢 在加斯米羅過 那個國家照 在俱色論的序裡面呢 提到 就是我們 前面也有提到 那現在是結尾了 結尾也提到 所以這個地點呢 是相當的 講到 俱色論 很重要的一個地點 當時候有500個 阿羅漢階級的 大匹佩沙論 那把 最原始的這個 發誌論 如果你今天有帶這個 我們的俱色藥義 我可以請問一下 現場同學有請 俱色藥義 請舉手好不好 好 那 最好你下週開始 都每一週待一下 因為我開始要介紹前面 的時候 要稍微把 俱色論的一些 他的 前面的一些呢 時代背景跟 我們的作者呢 刺青呢 做一下 內容的 了解 那你比較了解說 激色論他在 他的時代背景跟歷史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發誌論呢 是在哪一個 第十頁 你現在有帶的話呢 你就看一下 他這個發誌論呢 是我們大匹菩薩論的前身 所以他其實 大匹菩薩論有兩百件 發誌論很短 他是覺得 發誌論內容不夠完整 所以他呢 再去結集 大匹菩薩論 讓這個 內容更加的完整 好 所以你到時候呢 就是要看一下這一張表 這一張表 你看他 他時間都有寫出來 對不對 好 我們課本是把那個 時間寫在最下面 好 我這邊寫 發誌論是在活滅四百年間 那這個大匹菩薩論的時間 更晚了 對不對 活滅六百年 所以最早是 活滅的 當然還有更早 這邊五百年的 是因為呢 是誰寫的 是有尊者 還有呢 你看 還有活時代寫的論 有看到 瑟麗佛寫的 阿比坦 達摩 吉義門族論 阿比達摩 法印族論 阿比達摩 失色族論 這前面這三個 都是活時代的論 然後呢 再進來 就是阿比達摩 世生族論 戒生族論 品類族論 再來就是活滅了 做的論 然後再進入 發誌論 那我們的 大匹菩薩論 它依據的是哪一些 發誌論以外 還有一身六足 一身 這個身體阿 我們的身體 是最主要的 他最主要是發誌論 但是他又找了六部論 來輔佐 這六部論 就是六個角 一身六足 所以大匹菩薩論 他是由前面這些 總結而成 然後我們的 俱色論 又從大匹菩薩論 而來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個內容呢 其實就是活時代的時候的論 他們就已經有 我現在就把前面跟後面 銜接起來了 因為到前面 我也是要介紹這些內容了 所以你又知道說 剛剛你看到這個內容講說 結集了大匹菩薩論 其實他就是把發誌論 去闡釋的更清楚 這五百個阿羅漢 都是實修實證的阿羅漢 然後他們在實際修行的時候 講了俱色論這個對法 對法就是 直接面對佛陀所講的教法 然後你要怎麼樣 用我們的四帝十六形象 去憲政憲觀 直接契入 教你怎麼樣去修行 所以毅禮成 他是由這些去把他呢 寫成紀世論的 他不是憑空造論的 那論的話就是說 你開始對佛陀的教 你有了解 然後你再把他呢 寫出你的心得 這個心得呢 是由佛陀的教法 你實修以後去寫出來 所以五百個阿羅漢 去結集成的 他們討論阿比達摩的事情 這個道理都很善巧成立 就把他結集成大匹菩薩 我多一比四對法 我很善巧的結集以後 等於說他呢 是把這些五百阿羅漢所結集的論呢 他再把他做重點精華 對法成我們你看 兩百卷 兩百卷要看很久 整個大陣上 一側大概一百卷好了 要看兩側 然後這個紀世論呢 就我們今天看到這一本 幾卷 我們看到這裡才八卷 對不對 他把他重點精華寫出來了 我多一比四對法 我多一比四對法 我是基本上依據他來解釋 對法障 我剛剛講到這個 巨色論本身他的漢義就是對法障 對佛陀所教的法呢 我們做了一個呢 很詳細的去討論 然後呢 要直接去面對他的教法 的修行 現觀 然後裡頭包括很多很多的內容 這個障 就是含長了很多的內容 這個我多是 我基本上是依據這個 只有少部分他是依經兩部 所以我根據的是大癖菩薩論 來解釋活的對法障 那我們知道呢 加斯米羅就是 結集大癖菩薩的地方 這是有部的根據地 那有部就把大癖菩薩的結集以後呢 成為突出有力的一個活教部派 在當時候是 代表的活教的 這個內容是有部 因為呢 大癖菩薩講的道理很精密 很仔細 範圍也很廣 經歷論 加起來 我們剛剛講 200卷嘛 他內容是經歷論都有 十萬個 宋 因為我們在前面剛剛講完那個宋句裡面有 教有正 教就是 氣經 調伏 對法就是經歷分 然後正的話就是三聖的菩提分法 好 這個是 因為 他的內容 涵瓜了 很多 我們的 活教的經歷論的內容 然後呢 也很多修行 好 他已經 異里程 就是 加斯米羅的羅漢 他們 結集有部的三丈 就是經歷論 好 異里程就是他們已經結集好了 那我大部分都異這個 那這邊呢 是我們上次看過 這個我不是有 一個我值的我 而是呢 在世俗的 假設 就是方便 總是要有一個 明相代表的我 所以世俗假安利的我 不是外道所執著的我 所以我大概呢 就是依他們 來寫 那少有貶量 就是 有少部分 對他們的貶 這個貶量是 對他們有一些批評 這個貶低 不是把他看得很低 而是去批評他呢 不太對的地方 是因為我自己的 一些看法 我的過失 好 所以呢 他因為他自己也是有不出家 所以當然 他自己要去這樣講的時候 他要很客氣的 去說 其實 他自己個人 看 個人的看法 大部分呢 對他的道理是贊同的 只有少部分 以金布 來糾正 我們剛剛看到 他在劍陀螺出生 劍陀螺就是 金量布的 起源地 所以他多少受到 金量布的影響 所以他會覺得有布 有一些觀念不太正確 所以季色論的宗旨 既不是金布 也不是有布 這個就是你要知道 他不是有布的論 他也不是金布 他就是在一個調和的 以理為宗 他覺得有道理的 他就把他融蠟進來 只要和夫婆講的道理 那這是世清菩薩的宗旨 基本上呢 他依靠的就是這個部分 那會把他的缺點指出來 然後用金布的思想來補充 那判法正理在牟尼 這個過失呢 是對還是不對 他也沒有講 真正很公正的判斷的 只有活可以說 到底講的對不對 雖然有把這個有布的修正了 一些到底對不對 只有活可以知道 好 那所以因為呢 佛根他的弟子都得了法眼鏡嘛 就能判斷道理對不對 好 如果你自己講說自己說的很好 那這樣一定也有人去駁斥你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當然就要很客觀的講 只有世尊 因為我們的法是來自於世尊 好 的法 然後這個後世人修行呢 就依他的法來修 到底這個法講的對不對 當然只有世尊最能了解了 好 那這個宗旨就說 依有布 但是少數也依盡量布的道理來補充 這個是我們 這個流通分裡面呢 第一個 宋呢 所要告訴我們 他的宗旨 好 他的宗旨就是 內容裡面 因為是有布跟金布的內容都有 然後 依據 活呢 來評判他講的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他也是保留活的這個原意 好 所以 還有呢 我們的正法 注釋 是在 目的要勸大家學 所以呢 他要感叹世間 跟這個學佛法的人呢 慢慢 有一些淪落了 所以呢 這個前面 619月 這兩宗就是 他在感叹當時候的一些情形 這個世間的正 因為世青他在活滅900年 我們知道 1000年是正法 剛好那個正法快結束了 好所以他那個時候對正法 結束有一些感慨 然後呢 進入呢 第二個1000年 就像法 像法呢 我們上次有提到 是什麼情況 有說法 也有聽法 也有悟性很高 一聽就 開悟了 但是呢 實際去修行的人很少 是因為 你悟了 但是你 放不下 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繼續再六道輪迴 因為你知道 這個 世間 因緣法 都是空的 就像 我們 做夢一樣 那請問你做夢的時候 誰把你叫醒 是鬧鐘啊 可是如果你沒設定鬧鐘了 是要有人來叫你 所以呢 那我們現在在做夢的時候 什麼叫醒你 苦地 因為你吃了苦以後 你就 開始對人生的一些 理想或夢醒了 開始 也知道 這叫因緣法 然後 諸行無常 你也不要了 太執著 所以只有吃苦了以後 你才會稍微醒過來 好 稍微有覺醒 所以苦呢 對我們來講 不是不好 修行 又要把 吃苦當成吃補啊 為什麼 你吃到苦的時候 你其實 對你的修行 是真上言 好 你反而會讓你 更徹底去認識 人生的實相 趕快醒過來 如果沒有苦的話 這個人生的夢 也醒不過來 你不會覺醒的 所以這邊呢 勸學就是說 裡面呢 是一種消極的 因為呢 積極當然就是在我們的六二靈業啊 就要勸大家好好努力學習啊 所以世青菩薩呢 自己修行有成就 當然呢 他自己是在正法的最後了 已經 快結束正法 那正法時期是有修有正義 好 就是 活頭的教法 呃 知道了以後 他馬上就正悟了 的人 然後 呃 所以他自己是有成就 但是希望他把這個 法能夠傳下去 所以他就勸大家學習 好 然後商嘆有得者已失 好 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說 大失誓眼久已必 堪為政者多善免 好 其實三界大失呢 都是呢 我們的世間人的眼目 就是 呃 都可以 我們這邊的三界是指 聲文 讀訣如來 他們這 呃 都是 有修行智慧的人 好 但是他們已經 呃 入捏盤很久了 名為 以弊 像社利佛他們都是 都是正物 隨活滅度 多善免 好 所以呢 這感嘆人 呃 呃 就是這些呢 有修行的人 離開人間了 然後呢 呃 呃 第二次再感嘆一次 感嘆這些人 離開到底會有什麼 造成什麼過失呢 好 事情當時候感嘆的時候呢 一個感嘆有的人沒有 第二個感嘆有的人沒有 有以後會有哪一些過失 好 就是大師四眼久以弼 堪為正者多善滅 好 就是正法滅掉了 沒有呃 呃 呃 教跟正 下面是呃 呃 呃 教跟正 兩個不一樣 好 因為前面有講到 這個正法流通在人間 一定要是有教有正嘛 好 所以下面呢 就先講的呃 呃 正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 我們看到的大師四眼久以弼 堪為正者多善滅 這個正就是指 有正的人也都慢慢呢 呃 呃 離開人間了 好 所以世青呢 在黎佛陀900年 這個時候呢 呃 大師四眼久以弼 是指釋迦牟尼佛啊 已經入涅槃了 好 他的呃 呃 就幫世間人 呃 引導人 開開啟呢 這個 呃 認識史相真理的智慧啊 所以呃 這個意思說 時間上了 已經很久了 堪為正者多善滅 這些 呃 依佛的法 修行 呃 得到解脫正物的人呢 慢慢都已經 呃 散掉了 好 離散啊 沒有在人間了 那這裡講的 當然 摄立佛 目見蓮 在活之前呢 滅渡 好 也是 一段時間了 好 當然還有少數在 那世青菩薩畢性呢 他已經慢慢呢 是要進入 他是正法要進入相法時期 好 他是有修有正 但是還是少數 所以活得大地只能夠有修有正的 好 這些呢 都已經呢 離開了 好 善滅 那我們上次好像看到這裡 以前呢 阿難呢 就是 為什麼說這個正法會 呃 慢慢呢 越來越 尤其現在啦 你學習活法 如果你沒有 很有正之間 你會把 外道認為是活法 好 太多了 好 這裡就講一個故事 阿難那個時候 受 迦瑟尊者的屬婦說 啊 要正法住 住室在人間啊 所以迦瑟滅渡以後就 託付阿難 好 那阿難也活了一百二十歲啊 的 啊 讓這個正法住室 可是你活在久 你總有 離開人間的時候嘛 好 他也盡心盡力 因為他是多文低的大地只 他活了一百二十歲以後呢 有一次他就跑到河邊 他就聽到一個年輕 因為以前沒有文字 那用什麼 我們今天會看到 活教這麼多宋 就是讓你重複 很短的 句子 背在大腦裡面 用 口耳相傳 把他流通出去 你 啊 記起來以後你依法修行 然後你在唱頌當中呢 你又把他呢 流傳給別人 好 讓他們知道怎麼修行 那活了一百二十歲以後 有一次他跑到河邊 聽到一個年輕人 的修行者 唸一個宋說 人生一百年 不聞水老賀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見聞之 各位應該知道他哪邊錯了 人生一百年是 要看到生滅華 比較要緊 對不對 有人是連生滅華都沒看到 人生一百年沒有聽到水老賀 水邊的老賀沒有聽過 你不如生一天聽到 好 比沒有聽到還殊勝 那一個水老賀聽到了 勝過一百年 這怎麼會這樣子呢 阿蘭就很感慨說 哇這個活滅度以後啊 這些教法都搞錯 因為你在背誦當中 你背錯一個字 有可能就把那個法 弄錯了 他說 欸我親自聽的 我講的不是這樣啊 是我們黃色這個 好 不聞生滅華才對 他是水老賀 好 然後呢 生滅華才是我們三法印的法 對不對 好我們的諸行無常 諸法我 捏盤其境 那你看到這個 生滅法以後呢 你就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世間的無常啊 那你會知道無我 你才會看到捏盤其境 那阿蘭是活說法 聽聞第一的 大家都認為阿蘭尊哲說的可靠 就照念起來 就再回來這個生滅華 對 那阿蘭就很高興啊 他糾正了一個人 這個人如果糾正 或許其他人 再聽到就不會 把這個正確的 他再把他傳出去 救了一個人 總比 太多人誤會更好 所以他聽到他在唸了 一聽 結果又唸這個 怎麼又是水老賀呢 阿蘭尊哲問他說 不是給你糾正過了嗎 哎呀他說 我問過師父啊 師父說阿蘭尊哲老糊塗了 120歲了記不清楚 你不要去管他 你唸這個 就是呢 他也有他的老師 結果他老師沒有糾正 還是會誤導眾生啊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法呢 要聽到正確的 還要你有福報 你不是一聽就聽 有可能你聽到的是錯誤的 結果你 你的那個學習的 統修道友 又把你呢 再把你誤解的時候 你又被他誤導 所以這邊呢 這個阿蘭尊哲就很感嘆 這個現象 現在的佛法亂象也是 我們現在末法也是 很多人呢 他可能 聽得不對 可是他也不知道 這是他商談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所以士卿菩薩也對這些事情呢 知道活滅度呢 也是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 當時候有修有證的人還在喔 還是有人誤會 那現在呢 活以滅度 而且他這些弟子也跟著滅度了 所以這個商談呢 有得的人 沒有的時候呢 會有的哪些過失 所以下一句是 我們這個 這一個是這一句 這還是在這一句 這一句 下一句就說 當這個 真理呢 沒有的時候啊 就沒有辦法 讓人呢 去調伏自己的心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因為喉嚨有點怪怪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好 下面這一句呢 在我們619頁的 不見真理無智人 就是沒有看到我們真正的 這個 佛法的那個 世聖地的真理 好 這一講的都是指世聖地 好 因為基社論講的最主要就是 苦極滅道 就沒有辦法呢 自己去控制自己 對智煩惱 好 所以有筆尋思 亂聖教 好 聖教就會滅了 就是 我們的這個 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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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把聖教呢就亂掉了 祭師大師又無法壯 玄壯壯這個呢 大師沒有的意思 沒有法門龍像有修正的那些大弟子也沒有 所以世間的眼目是指呢 這些有修有正的人還在人間 可以幫世間人開智慧之眼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就像我們沒有眼睛 我們就沒有辦法找到正確的方向 這裡講的真理就是四聖地 還有空性的真理 所以起了煩惱以後呢 你會 這個下面他講說 起惡循師亂獲聖教 就會任性的去呢 把自己的貪人吃啊 一隻呢 隨身下去沒有辦法控制他 那惡的循師就是佛教的這些教法 也會變成怎麼樣 現在很多的說法呢 也會應用活法 但是呢 他的說法又跟活陀講的不一樣 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講 所以這個惡的循師也是說 活的教法就會被亂說了 這些人有一些呢 他還是有貪爭吃災 不是真正的親近的人呢 他們講的法呢 又是有一些目的的 所以把活的教法呢 就搞混亂了 其過大贏 這個過失呢 就很大 那你要判這個教室正是邪呢 沒有人能夠正確指出來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不見真理無智人 有筆行思亂聖教 這是第一次感嘆人 然後人會造 沒有以後會造什麼樣的過失 所以這一句呢 就是會造的過失是這樣子 那第二次在感嘆的話 在619頁的倒數五行 從此第二次從事傷嘆 就是呢 再一次的去感嘆 傷心感嘆 感嘆一樣是沒有有得的人 然後呢 沒有有得的人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過失 好 因為呢 這個錯還是對呢 就是沒有人去判定他 也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那現在我們就依經教嘛 對不對 佛陀留下來這個經教裡面呢 去 了解 然後這些 凡夫呢 還有呢 他們的 這個 不對的這個思想呢 就會把佛教呢 給搞混亂了 所以正法也是 慢慢會 越來越 滅掉是因為這樣子 好 因為相識 有看到吧 好 現在有很多相識正法 很多說他也是佛教 但是你要正確的了解佛教的 呃 三法印你才了 去檢查他是不是真的 好 相識正法很多人也以為他是佛教 你說他不是佛教 結果他也用佛教的法相名詞啊 都是佛教 很多地方也跟佛教講的一模一樣 但是呢 宗旨錯了 叫做相識正法 好 所以最怕的是相識正法 但是 呃 他又不是佛教 好 所以這個教授呢 穿了佛教的衣服做非佛教的事情是 最怕是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我們 剛剛這個起二巡詩 好 會亂了 好 把這個邪說 呃 邪法呢 就 呃 讓這個我們的 呃 教法呢 整個亂掉 而且會可能因此而滅而 混淆 好 呃 至結與歸 呃 盛基 敬 好 這裡呢是 這裡講教喔 剛剛那個正 你要看一下 我們六一九頁這邊的 呃 一個呢 是相對稱的 好 你看看這個 堪為正者多三滅 正 是講正的 然後呢 就是正悟的人 沒有了 然後再來是講教 持教的人 就是教學的 六一九頁這個 此比教者多隨滅 好 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教的 好 因為他前面講我們的 呃 這個佛的正法是有教有正嘛 啊 啊 那自覺這裡還是講佛陀 啊 佛陀是自已覺悟的 無私自悟的 捏盤日久了 民已歸 呃 禁 就是龜姬 姬滅了 射立佛他們 穆建林也是 其此比教者 今亦隨滅 嗯 所以從此第二呢 呃 再來感嘆一次 啊 再感嘆一次 有德的人 沒有了 然後 會再 產生什麼過失 好 前面是正法 這個是教法 前面是 大師四眼九已必 堪為正者多三滅 所以他對稱句啊 這邊是此比教者多隨滅 好 然後兩個是對稱 兩個是 呃 剛好句子是 呃相對稱的 好 一個講教 一個講正 好 那這裡呢 自覺是佛陀呢 他是無私自覺的 好 以歸聖基 靜 最殊勝的基靜就是捏盤 好 捏盤 呃的基靜是最殊勝的 那世清菩薩的據說 很多人 反駁他 好 那大師四眼九已必 就是說 呃 當時候呢 很多人對於他說的 到底 呃 前面那個正者多三滅 那現在教者也隨滅 好 所以 呃 這個正法呢 就是在教跟正裡面 然後這些 呃 人呢也都離開了 好 呃 當時候呢 阿難在世一樣被人家誤會 齁 一樣把那個宋句念錯 那糾正以後還是錯 所以現在呢 呃 活法呢 當然 呃 很多很多的 呃 這個相識說法呢 也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此比較者 今亦隨滅 也是 呃 耿的活呢 一起滅了 所以這個商談 第二次再感嘆 然後第二次感嘆裡面 有講說 為什麼會有 這些有德的離開 有什麼樣的過失呢 事無依附 尚重德 好 無鉤智獲 隨意轉 這也是指說 呃 這些 大弟子 還有活陀離開以後呢 眾生好像沒有一個 呃 法呢 可以依 好 這個法溝呢 就是能夠控制我們的煩惱啊 然後隨意起執著 這裡說 我們就會以我們自己的貪生吃 來產生執著 好 就是沒有可以依靠的人 好一個一個呢 就離開了 那這裡為什麼他會用像 但是我們的宋句裡面有像 但是從 620頁你會看到 第一句 事無依附 由尚如來 其大弟子 眾得故 由此眾生無正法 勾 至諸或像 你有看到這個像字嗎 620的第一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印度的時候呢 他們把這個煩惱比喻成一個像 是因為印度他們經常會用大象來打仗 或耕地 也會用大象來做事情 背東西 或當車子 幫他們載很多的東西 他們坐在上面 所以呢 在緬甸營火牙的時候 大象又出來了 象的力氣很大 脾氣也很暴躁 你要是叫他做事情 沒有那麼容易 不聽你的話 你 他鼻子一捲就把你摔出去了 根本也不甩你 所以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制服他呢 但是人是有智慧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靠智慧了 因為動物他就笨笨的 所以碰到象不聽話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辦法把它捆起來 然後拿一個鐵鉤子 燒得紅紅的 然後呢 火紅的 讓他看 要讓他看一下喔 他才知道 然後這個鉤呢 他看了他也莫名其他 不知道這個是熱的 但是鉤子呢 只要一碰就會很痛 很痛他就可以感受出來 讓他知道這個紅紅的鉤子 靠到你的腳 你就會很痛受不了 好 那他呢 這時候他跳不起來 他四個腿都是捆起來 然後等會兒呢 再給他看 是一個鉤 然後有紅紅的 燒了熱紅的 下一次他在頑皮的時候 這個鉤子就怎麼樣 出現了 所以這個象看到這個鉤 他就會嚇得怎麼樣 不敢亂動了 這是制服這個象的方法 跟我們馬戲團 續馬戲一樣 用墊邊呢 讓馬腸味道再也不敢 就是要教他一些表演的時候 他如果沒有聽話 所以我們這裡的鉤呢 是指呢 我們的制服這個象的那個 一樣 就是人呢 也要靠方法去制服自己的煩惱喜氣 所以這裡的法鉤呢 就是要控制我們人的煩惱喜氣 這個正法就像一個鉤 能夠把這個煩惱制服住 就像這個大象被這個鉤給制服一樣 把煩惱這個大象調弧 因為這些大德已經面渡 正法的鉤也沒有了 那這個煩惱大象沒有調弧的辦法而亂了 所以隨意起止 這是指說 沒有這些有德的人的缺點 是指這個法呢 會在裡面產生混淆 然後呢 人呢 的一些行為就會造業 隨意起止 所以第二次感嘆大德 喪失以後呢 世間會有更多的過失 所以第一次感嘆是正法面 第二次感嘆是教法面 總之呢 正法面 教法也面 世間就起了 一個不可估計的損失了 這後面 等於我們有四宋 四宋裡面 第一宋是講 我們據說論的宗旨 就是加斯米羅一禮稱 我多一筆四對法 少有貶量為我實 判法正理在夢裡 然後呢 再來 就是要感嘆 傷心感嘆的時候 又分兩個宋 然後呢 前面這個是感嘆我們的正法消失 大師 大師四眼久已必 堪為正者多善免 這是正物的人呢 離開了 正的法呢 然後這個正的人離開以後 有什麼缺點 就是不見真理無智人 有筆行師亂神教 然後呢 教法呢 第二次感嘆的時候 是感嘆教法 沒有 智傑已歸聖機滅 此筆教者多隨善 多隨滅 這是教 教法也 隨著人而消失了 那這樣有什麼缺點 就是世間人呢 就 沒有 這個教法可依 然後呢 可能 這個 隨得自己的習氣 繼續 輪迴 所以 他說敢看了 老半天呢 沒有用 還是要怎麼樣 行動比較重要 所以 最後他來一句的 宋呢 就是要勸大家 修行六百二十頁 嵌學 既知如來正法受 劍赤倫亡如智侯 好 世諸煩惱力爭時 因求解脫無放逸 好 就是活滅度以後 九百年的 世青才寫了這一部論 那代表正法已經快結束了嘛 好像要接近呢 人要斷氣了 好 所以叫做 劍赤倫亡如智侯 你的喉嚨那個氣 一氣不來 你就離開人間了嘛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嗯 煩惱增多 諸有智人 應求解脫 好 不要放逸 要趕快呢 精盡努力 好 這個 教正法滅掉 勸大家要好好修行啊 好 世諸煩惱力爭時 應求解脫 無放逸 最後那句就是 叫大家呢 呃 要趕快精盡努力 好 活著正法受命 注法 注釋已經呢 呃 快結束了 就像人呢 呃 要往生的時候 好 呃 那個最後那個口氣在喉嚨裡面 咽下去以後 通常呢 往生的人就是怎麼樣 他呢 那一口氣咽下去以後 他就沒有再 呃 敷出來了 好 他也沒有再吸第二口氣了 好 等於說他進去的那一口氣 進去以後 他沒有再 呃 敷出來也沒有再吸進去 已經呢 危險到喉嚨的這一口氣 那麼呢 在這樣的危險情況之下呢 活法是不是滅了 好 就是會越來越苦 那該怎麼辦呢 好 尤其我們現在在五卓二世嘛 好煩惱特別盛的時候 應該呢 要 嗯 精盡努力求解脫 好不要放逸之士 所以這一個 最後這一句 我們可以看出 世青菩薩的悲心啊 好 就是勸大家 所以這個 《季色論》整個 就在這一句呢 結束了 好 勸大家 嗯 學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 其實他 嗯 當時候是千步論施 好 做了一千步論喔 好 我們剛剛講論是 他對佛陀的教法 嗯 學了以後有心得自己去寫的 那我們這一本叫做 論 你看前面叫論送書 送呢就是六百零七送 那是一 呃 在《季色論》裡面的送 裡面呢 書是 元徽法師再去把它解釋 書是對於這個 呃 送呢 他去做解釋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 他寫的論是 代表呢 他能寫到一千步 這個修行呢 都是 代表當時候呢 很有 呃 代表性的人物 好 所以他這個時候呢 呃 世青呢 就怕說 正法沒有以後呢 呃 呃 我們現在呢 呃 是 連項法都沒有 是末法 那世青 呃 怕說 末法的 呃 時候呢 呃 呃 大家 呃 會呢 呃 沒有看到活法 所以這個論呢 後來到玄奘大師去把它翻譯成 呃 呃 世青是印度人嘛 他寫了 這個論 然後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代表你還跟 呃 要好好的 呃 精進努力 齁 好 大概是 呃 最後是這樣子 呃 所以這個 最後這一句話 我想也應該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 呃 我們的輪迴是怎麼樣 你只要進入 呃 哪一道 只有哪一道 還有可能修行 人跟天 齁 當然天道呢 更沒有什麼活法 人間才有活法 嘛 所以你能在人間又聽聞佛法 你就要好好的珍惜啊 齁 珍惜說 呃 根據我們論裡面所講的是修行方法 好好的 哼 珍惜 好好的去努力 好 如果呢 呃 你的煩惱很盛 刺盛的時候 不要隨煩惱跑 齁 呃 要不然這樣 輪迴就永無出奇了 要逆流而上 好 好 這是我們看到 世青呢 在最後這個 宋裡面講到的這個悲心 齁 然後我們這個後面這個呢 呃 破我品齁 這個 嗯 其實他很長 但是呢 因為他最主要是 不是我們巨色論的內容 是世青寫完以後呢 他自己在把這個 呃 破我品呢 加上去 好 那在我們的巨色妖欲第十九頁 好 如果你有帶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他講說 巨色一論的最後這歸結呢 在於 呃 破我 使我論啊 顯無漏的正式 好 所以我們呢 因為不瞭解宇宙實相真理 所以會妄指有一個 常 好 主宰的死我 好 在第十九頁的第三行 因此呢 我們會 呃 求我愛自立 走向呢 排斥他人 好 而且會 都以呢 自我的主觀為主 有了這種先入的錯覺呢 因應而產生的就是 探真痴啊 好 所以探真痴也是因為有一個 抓取的我之而產生 那這種我見的惰性呢 更會把 帶入 呃 這個 驅向 呃 獲業苦 驅獲造業受苦 讓呃 我們沒有辦法自拔 然後永遠沉淪在生死苦海 所以慈悲的佛陀就為了拯救這些 呃 虛妄 抓取虛妄維持的這些眾生啊 啊 我們剛剛講這個呃 生命的過程裡面都是在做人生大謀 因為呃 裡面有一個真正的我其實是不會輪迴的 因為他都一直不管你到哪一道他都存在 但是那個呃 呃我們都沒有去呃真正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我們本具有的活性 我們就會一直呢 迷失在這個希望的世界裡面 所以他開寫了世聖地 藉此喚醒我們呢 要呃 呃 邁進轉迷開悟的 這個 呃 人生 呃 的修行路 好 所以按照佛教所講的這個我呢 大概分呃 呃 內容分三個 呃 那其實只有第一個是要破斥 因為假我是真的 我們的五印合合就是假我 真我是大破捏盤經 最後佛陀正物的常樂我境 那個我呢 是一個大我 好 所以 這也使我呢 就是 在破我裡面 其實他要破的就是 我們堅持我人的這個身心 一定有一個 藏一個主宰 在支配我們 或離開我們的身心 好 另外有一個主宰在驅使我們的錯覺 好 所以呢 前面這個 認為有一個主宰的存在在支配我們 這個叫集運我 這五印裡面有一個我 後面這個就是 呃 離開我人身心有一個主宰在驅使我的錯 是離運我 集運我或離運我 所以運呢就是 呃指我們這個五印合合嘛 好 會指說 結合我們身心的五種要素 好 例如呢 一般人所執著的靈魂 還有數論派的神我 就是 呃有一個 呃精神的我在裡面 好 然後聖論派的實據我 好 猶太教的耶和華 他們都有一個好像呢 呃 這個主宰你的這個上帝或是生命的 呃在裡面 好 吾不是有一個死我 但是那個 呃 靈魂 又是你去抓取的一個 死我的概念在裡面 好 這種死我見的產物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那個死我呢 是我們紀聖論要去破斥的 是第一個 然後假我呢 就是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五印合合的 而現前相續的 我們的身心啊 好 那當然這是為了說明的方便 而且 起見假明 並不是真的有我 好 就是 這個我是五印合合的假我 就是我們前面 剛剛也看到明言詩色的 世俗 帝所假立的這個我 好 好 這個假我 所以我們經典講 呃裡面 如是我文 我文如是 這個我 都是指這個假我 也是 假明安立 好 好 有一個我在聽文 好 不是真的 好 只是方便 然後真我的話呢 是在 我們的捏盤殊聖功德 他達到的是 從小我變一個大我 是 達到一個法界的部分了 你進入的是 進入了法界了 所以這個常樂我境呢 他這個我是指呢 絕對的 這個大我 好 好 就像我們的活性 所以你的大我 是怎麼樣 一合而相 跟所有眾生在一起 好 眾生跟我是不分的 沒有眾生跟我的分別 好 眾生就是我 我就是眾生 好 因為呢 沒有辦法離開任何一個眾生 好 所以這個絕對界就是說 整個融合為一體的這個大我了 所以佛教有我的立場 雖然有對此三個我都加以駁斥 但是呢 假我跟真我是不能火定的事實 好 因為你修到後來你也是要這 到最後的這個捏盤的殊聖功德 這個是有常樂我境嘛 那假我是我們從五運合合裡面看到的 所以他排斥的其實呢 就是在講這個 第一個使我會抓一個 有一個主宰在支配我 或離開我的這個身性以外 又有另外一個主宰在驅使我 他們講的外道上帝或另外一個靈魂的東西 好 好那我們先看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先靜坐一下再繼續 我現在看的這個是 有關這個天清論詩呢 跟大彼菩薩論 好這個我們請同學看一下 這世清的另外一個名稱叫天清 我請你看第一頁 《季色妖異》 序論裡面 阿彼達摩《季色論》 他是活滅後900年出生 這個論呢 他是活滅900年的時間 出生在北印度劍陀螺 當時候這個布魯沙塵也是白夏娃的這個世清呢 他的那個名字呢 也叫天清 你有看 佛說盤窦 然後也就義天清 因為他這個都是 當時候印度的地點跟名稱 所以翻譯的時候 有可能天清跟世清 兩個你要知道 這個天清菩薩也是指世清 也是我們這個 《季色論》的作者 好 那要跟你講 這個天清菩薩呢 跟為世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哥哥 吳佐菩薩呢 他也是開展了大聖為世的思想 好 那這一段文字呢 是他的原文 就是說他們兩個都是有部出家 然後戒行清高博學多文 那因為勵志要改善有部的教育 就進入加斯米羅國 我們上次有提到 這個加斯米羅國就是 當時候呢 在有部結級經典的一個重要的地點 請翻到第七頁 聚色要義第七頁 然後他的六有一張表 七呢就是說上座部的說一切有部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小聖這一張表裡面有分 說一切有部 有看到在說一切有部這裡有分出的 下面呢 他有精量部 所以精量部是 從說一切有部呢 他的思想再去把它呢 修正一經 來把他一些觀點糾正 所以分出精量部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講說一切部 在我們第七頁的第五行 主要是以北印度加斯米羅國 剛剛看到的地圖的為中心 然後大勢弘揚 治活滅後六百年 好 劍陀羅國呢 的加尼瑟加王 好這個就請看一下這一張 我們的表 這個我現在是在第十六頁 是不是OK 好 這個 這邊 紅色 我剛剛給同學看過 就這一個位置 好 北印度這個位置 然後呢 他的時間呢 你又看一下這一張表 他這個時間呢 好 我把它放大 剛剛我們看到他是在活滅後六百年 以北印度加斯米羅國 弘揚 說一切有部思想 劍陀羅國的這個 加尼瑟加王 因為很姓佛教 那我們知道世青論師 他就是出生在劍陀羅的這個位置 剛剛看到他是劍陀羅的那個部落沙城 好 出生那裡 好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在活滅後六百年呢 劍陀羅國的 這時候呢 還沒有到世青的時代 你看這一張表 世青呢 是在這個西元三百六十一年 然後活滅六百年大概是西元初 沒有出來喔 那這個 把它弄一下 好 這個時間呢 活滅後六百年的劍陀羅國的 劍陀羅呢 他的這個 加尼瑟加王 大概就是現在看到這個 好 我們的貴雙王朝 也相當我們的西漢跟東漢時代 好 那個 時間呢 就是 世青呢 他在這個地方 我看我要用一下筆 我看我要用一下筆 世青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 劍陀羅的加尼瑟加王呢 他是活滅度後六百年 所以他是在貴雙王朝這個時候 以前呢 他還沒出生以前 貴雙王朝的加尼瑟加王 他就因為呢 佛教的說法不一 所以呢 他就跟這個 歇尊者呢 是他的國師 就跟他講說 那 再結集一次經典 就請了五百個阿羅漢 在加尼瑟加 加斯米羅國 加斯米羅國的這個地方呢 結集了有部的三藏經律論 這是第四次結集 好 第四次結集經典 所以呢 這個時候編著的論部有名的 就是大匹菩薩論 大匹菩薩論 在我們這邊有講 他是註解 發誌論 生論 就是 這一個 生論的那一張表 就在第十頁嘛 就是 大匹菩薩論的前面呢 是一生六祖 生呢是指發誌論 六祖是 幫助 這個發誌論更完整的 所以呢 他就 依據這個 內容呢去 好 這個 把大匹菩薩論呢 結集出來 好 對後世的那個 活教呢 的一些內容 很重要的根源 因為他是依據 雜喊經裡面的內容 去結集的經典 好 這個先 關掉 好 那我回來看一下這一張呢 裡面講到 因為呢 他在這個友部出家 他的守戒守得很好 然後又博學多文 那他立志要改善這個友部的教育 所以他就 因為他出生在劍陀螺那邊 好 比較靠近西邊 他後來呢就 因為結集經典在加斯米洛國嘛 他要研究大匹菩薩論 所以他就要到那邊去了 好 那雖然這個叫做呢 應該叫做基礎活教的教義 如果沒有這個內容 你去學其他的 你其實沒有辦法把 中觀跟唯士學得很好 那因為呢 當時候士卿呢 他沒有接觸大聖的時候 他就 只是弘揚小聖 所以他的哥哥呢 怕他呢 毀棒了這個大聖 所以呢就派倫跟他講說 他有重病 好 下面呢是我們的白話文 我先看這邊 就是在天清的這個歷史裡面呢 天清菩薩的歷史 第一段呢就是說 他的戒行很清高 然後博學多文 他勵志改善有部教義 就進入這個 加斯米洛國學了四年 然後學成以後呢 他為重說法 所以呢我們今天看到六百頌呢 就是他每天呢 講完以後呢 他這些義理 他就把他結集成一頌 好所以一頌就是 他總共講了六百天 就是 每講完一天的法呢 他就把他呢 變成一個宋句出來 好 這是他學成以後講的 齁 才有這個聚生論 所以他這邊呢 天清剛開始學活的因緣 就是他學習的是 有部這個小聖教法 而且相當有心得 然後呢他是 吳佐 菩薩的弟弟 好 那因為當時候印度呢 有部 說一切有部 根本說一切有部 在佛教非常的興盛 好 那這兩個特色 第一個呢他對戒呢 波羅蜜很重視 第二個博學多文 所以他是千步論師 他有很高的智慧 那因為他立志要改善有部教育 就是去學習這個 好 但是他在學習的過程 他看 他本身在劍頭樓那邊 就是精量部的思想發達的地方 他發現說 所以他其實已經有精部的思想 他發現這個有部啊 有很多地方的解釋不圓滿 好 當然我們開始進入我們的宋句裡面了 其實 就是各位已經讀過我們的賢慎品 定品 好 應該有看到一些呢 他應用精部的說法 好 就是因為他覺得精部講得比較好 他希望能夠把有部跟精部思想把它融通 同時呢 也要徹底改善這個 小慎的教義 就 所以要冒險進入這個地方 也就要祭賓果 當時候也是克森米爾 好 然後講一下呢 當時候學法呢 真的是很困難 好 不像你們 來聽法這麼輕鬆 好 從你家出發 大概搭捷運 然後走一下路就到了 好 那因為呢 你看我們課程也沒有收 收費 是因為佛法是無價的 不是用多少錢去平衡它 但是因為無價呢 沒有收費 大家反而會怎麼樣 好 反正有去沒去就沒差嘛 好 所以人呢就會有這種 心好像沒有去珍惜 這就是要告訴各位 當時候士卿能夠寫出這樣的論 他自己是非常的用心 好 下面要講一下加斯米羅他們對法的那個 呃 珍惜的程度 好 好這個大匹婆沙呢 就是聖說 講得非常殊勝圓馬 然後呢 廣大的 把這些內容都收集進來 剛剛看到時間表有一個貴雙王朝 那個王呢 他就是 呃 第一個 他很 呃 永本善戰 很會打戰 所以呢 他造了很多的沙葉 第二個呢 他也很喜歡 呃 呃 藝術 雕刻 好 那因為他喜歡作戰呢 造了很多的沙葉 後來他良心發現 喔 他要趕快呢 改過 懺悔 所以要歸一活門以後呢 拜這個協尊者 剛剛我們看到在我們的第七頁這個地方 大約他有寫一些內容 那因為他的沙葉太重 經常呢 內心不安 好 那處理好國事回到宮裡 每天就請一個不同的法師來開示說法 就聽了以後呢 欸 有一點心得 但是心中有一個疑惑是說 為什麼 他問的這個老師 每一個法師說的內容都不一樣啊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呢 那邪尊者就回答 因為呢 去活久遠啊 活陀滅度已經六百多年了 每一個弟子各以他自己的理論 剛剛講這六百多年時間 其實活法經由不同人的 這個學習 跟他的心得會產生很多 所以產生不派活教就出來了 好 那好比同樣諸行無常 每一個人的看法就不一樣 這時候 迦尼瑟王呢 就聽了以後 我們應該做一個教義的 這個整理 所以他這個時候就是開始 第四次的結集是 由他發起的 結集經典 那這一次的結集呢 就是一切有部的教理結集 把有部的思想做一個整理 就成了大彼菩薩論 我們剛剛講 很殊勝的說法的廣大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研究部派活教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論 好 那有部中呢 集出大彼菩薩論以後呢 恐怕被別人破壞掉 所以嚴格限制他們出國 好他結集完以後 這個叫他們國家的國寶啊 所以同時也不讓其他國家的真人 進來學習啊 所以講士卿要進去學習 沒有那麼容易啊 我們要知道阿羅漢的心力 不可思議 因為他既然修達阿羅漢 心力也是很強 他們靠心力跟定力 產生神通 好 所以這五百個阿羅漢 他們同時就發一個怨 跟咒術的怨說 好 這一部論只能留在祭兵國 只要把這個大彼菩薩論 背出來的人 就不能出國了 好 所以呢 這個 怎麼知道呢 這個人是不是背起來呢 他們就知道 我們的鬼都有鬼通 好 我們人是看不到這個牆壁的隔壁是什麼 但是鬼來講他沒有這個遮障 然後他也看得出人的心在想什麼 也知道你有沒有背熟這個咒語 或是被看熟這個論 或背這個論 好 所以呢 這個他就有請這個 這個夜叉應該是護持 活法的這個鬼神 就在祭兵的門口守護著 哪一個人把大彼菩薩論學會就不能出去 這時候有一個學小勝的學者呢 這個人智慧也很高 結果他混進這個祭兵國裡面 就把兩百件的大彼菩薩論全部背起來喔 當他要出去的時候 這夜叉就說 大彼菩薩論的論士要出去了 好 那因為這個夜叉有神通 看到他內心有持大彼菩薩論的文字 所以士兵就把他抓起來 交給國王 這位論士就裝風賣傻 故意裝成 他是不會這個論的人 國王一問他什麼 他一問三不知 就隨便回答 那衣服也穿著破破爛爛 很像乞丐 國王說這個人哪會背啊 看起來不像 因為他用人的肉眼看的 所以當然看不到 就把他放掉了 就放了以後呢 他又跑 又要跑 又要離開這個國境 這夜叉神又講說 又有這個論士要出去了 又再把他抓起來 王一問他又一樣是裝風賣傻 什麼都不懂 到了第三次呢 又被抓起來 王說 這個人根本就不是論士嘛 你們弄錯了 於是呢 就把他送出去了 就是因為這樣才流通出來 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緣 然後呢 這個天青菩薩呢 他是在活滅後九百年 所以那個時候 剛結集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 還沒有出生 那後來呢 他知道說 這個有部最好的思想結集 就是在加斯米羅國 所以他聽了 這個大筆菩薩論裡面 要進去聽呢 有很嚴格的要求啊 當時候呢 後來慢慢就是沒有那麼嚴格 但是要進去聽的人呢 也要很嚴格 因為在那裡呢 當時候講的最詳細最廣的是 他們裡面的這個 誤入法師啊 那當時候天青菩薩呢 在小聖部派已經很有名了 就是當時候他在有部出家 但是出家了以後 他又轉為經部 那大家都知道 有天青這一個論士了 所以他不能用他的原來的名字啊 也知道他的思想不是有部了 所以呢 如果以他們那麼嚴格 當然他不可能能夠去聽法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學習到 因此他就改換名字到加斯羅國呢 去學了四年 把大筆菩薩論的精液都全部學會了 有時候私下還跟老師呢 跟同學互相談論 都會被評級 他當時候呢 不小心會講到大筆菩薩論不當的地方 就像他自己有經部的思想 他當然會了解 他這個有部有一些地方的圓滿 那裡面很多人就說 這個人怎麼在批評大筆菩薩論呢 就把這件事情報告給誤入法師 誤入法師想要調查了解 當然我們凡夫的境界是叫來問一問 但是烏入法師是有禪定功夫 他一入定就知道 原來這個人就是有名的天青論師 不是混進來的那個名字 來偷學大筆菩薩論 於是呢 就叫他過來 稱呼他說你就是天青 他就嚇一跳 他說你不用害怕我不會傷害你 但是我的弟子有很多還沒有禮遇啊 還有貪稱吃都是凡夫 所以呢你要趁他們還不知道以前 你要趕快離開 因為當時候的部派爭執很厲害啊 你偷學別人的論點 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 因為當時候是在部派的時期 所以天青菩薩就連夜離開了加斯米羅國 回到本國 那開講 我剛剛講他就是 把這個精華呢講出來 就是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聚色論 然後聚色論裡面的這個 每一宋就是他 每天呢講了以後呢 去把它變成一個宋 那因為呢大家知道他把這個大筆菩薩論學通 很多人希望他能夠呢 把這個大筆菩薩論的思想宣揚 當時候他融合經步有步的思想來解釋 所以剛剛看到 我們總共有多少宋 前面的三個宋 後面有四個宋 加起來是607宋 那這邊呢604天 後面這四天 等於前面後面他講完 中間的600 宋呢他是 就是每天一宋 就是他講完了 今天的法以後 他就把它變成一個宋 那方便人家去背 因為以前人不像現在的 這個媒體這麼方便 所以把每天講過的教育 造一個寄送來 設持今天所講的內容 總共講了604天 也就造了604個寄送 是因為我們後面流通分這四個算進去 前面序分他就沒有算了 這就是我們的氣色論的宋句的有來 然後呢他自己會在後來變成有論是因為呢 他邊講的時候一邊造宋 這時候弟子覺得異理實在太深了 就請他把這些寄送在造論 就是廣泛的解釋就是長行 那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本質是 我們每一個下面都有一個寺 你看到寺曰那個都是誰寫的 是元徽法師 因為這個本質是元徽法師 那宋句是世青寫的 他解釋是元徽法師 根據呢光記 就是玄障大師的弟子的 這個光 普光法師寫的 巨色論紀呢 還有華寶法師的書寫出來的這個解釋 那所以呢如果是 原來巨色論呢是 部分長行都是世青自己寫的 他在把這個宋句做廣泛的解釋 就是我們的氣色論 所以阿比達摩翻成中文叫對法 有兩個意思 對觀四地 第二個 對向捏盤 在因地這個法門呢 能夠引導你正確對觀四地 我們把剛剛這個對法解釋過 就是你直接去面對佛陀的言教 其實還有包括身教在內容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內容呢 還有教你直接現觀 現前直接去觀照 然後呢讓你契入你的心呢 直接去覺悟 所以在因地這個法門呢 引導我們正確的去觀四地 四聖地 苦極滅到四地十六形象 果地呢就引導我們能夠 不顛倒正確趨向捏盤 就是賢聖品裡面有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然後這個 這個元徽法師寫這個呢 就是申文聖總要的一個論裡面 他希望那個賈征呢 當時候是一個在朝的官員 他沒有時間讀劇色論那麼詳細 那元徽法師就發信幫他寫了這個 把這個長行呢在做檢要的 讓這些人呢能夠呢 修學成為有學 有學各位知道吧 見到位至少有出國二國三國的聖 因為這邊都是給在家居士聽的多一點內容 讓他們能夠進入有學 所以呢這個 裡面有對象四地 還有對象捏盤 對法 引導你去觀用四聖地 四地十六形象 然後對象捏盤 好 所以劇色呢 他是也可以翻成聰明論 好 為什麼 因為呢 裡頭如果你 開始呢 進入我們的這個戒品 跟品 你可以很詳細知道 為什麼我們人有兩個眼睛 兩個鼻孔 兩個耳朵 一個嘴巴而已呢 跟品都有講到 好 然後呢 嗯 在世間 你為什麼今生會這樣子 過去生你造什麼葉 葉品會講到 然後這世間呢 氣世間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世間品也會都提到 所以所謂聰明呢 就是說 他把這個 包羅萬象的 天文地理 初世間 世間法 全部都包括在裡面 所以這一部論呢 那如果你把詳細讀 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佛教內容 你都清楚了 好 那當然百分之五十之後來發展的 大聖活法 好 那整個部派佛教集成呢 呃 的內容就是在基設論裡面 他把有部經部 結合在一起 那個世部要義 中義呢就是有部經部 然後為世中觀 好 這些內容 但是呢 因為呢 他一直在弘揚小聖的部派 的教育 他的哥哥啊 就害怕他會 造論回放大聖 因為當時候呢 的時間點喔 這個 印度的大聖活教已經開始了 所以 呃 他的哥哥就派人轉了一封信 跟他表達說 呃 因為這個借機要跟他說法 他可能呢 不一定會來 叫他來聽法 拿不回 所以就用 呃 善巧方便說他生病很重了 齁 即將要死了 要跟他見最後一面 那 因為天津菩薩很小的時候呢 就是他的哥哥帶大 因為他們差的年紀滿多的齁 齁 大概將近二十歲 所以他的父親 當時候是波羅門教的修行者 就把這個教育的呃 這個責任呢 交給他的哥哥啊 啊 雖然那個時候呢 教授他波羅門教法 但是感情也很好 所以呢天津菩薩得知各個病為的以後呢 他就連夜趕去看他 所以吳酌菩薩就對天津菩薩說 因為你不相信大聖法 照毀謗的罪業可能要墮地獄了 因為我擔心你 齁才生病 我的病是這樣來的 齁不是因為 呃什麼 呃 呃 樣的這個病 天津聽了很感動 就請吳酌菩薩幫他 呃 解析一下大聖法意啊 結果呢 呃 這個 他講的是呢 華炎經的實地品 那聽了以後呢 他馬上升起信結的心說 華炎經活菩薩的境界實在太高深了 所以呢 這時候他馬上就深深的懺悔自己過去啊 都是呢 在講小聖 然後呢 呃 他可能當時候也有毀謗到 呃 大聖的這個罪業的慚愧心 那他就要想要割下自己的舌頭來謝罪啊 吳酌菩薩就告訴他說 你過去用舌頭造業 現在呢你要善巧說大聖來贖罪 舌頭本身有罪嗎 沒有 是我們心的問題啊 所以大聖講佛羅法門就說 色身他雖造業 可是他也可以造善 那就是你呃 自己呢去決定 當你造善的時候你的 呃 罪呢他就可以你不過來了 所以他不是呢 只是呢 偏執在一邊 那看你怎麼運用 這就是波羅法門 那聽了以後就從小聖轉為大聖 就跟著哥哥廣學為師啊 所以當時候天清菩薩回小向大 驚動了國 喔 國家的上下 因為呢他在這個小聖的地位已經相當的高了 就像當時候他要去學法 人家已經認識天清菩薩 所以他也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 好 那而且呢你知道他做的聚社論 在當時候 呃 極多王朝的國王琢磨重視 好 新日王就是極多王朝 就桂山王朝的下一個印度的王朝 他就把這些文字啊 鑄在這個銅片上 然後用像呢 呃 車抬出來 呃 在印度遊行 哪一個人能夠破一個字 就是說他寫了 每一個字呢 都是非常的精準 的把法呢 法要呢 表達出來 如果有人能破他一個字就重賞 結果沒有人能夠破他任何一個字啊 這六百宋呢 一個字也沒有人去動過 所以天清菩薩是身受國王 有部經部論思 尊重的一個境界 結果呢 他呢 這時候又懂得回小向大 好 當然也造成了影響 很多人就跟著他呢 也一樣回小向大 所以一個好的 呃 發心呢 會影響帶動一個很好的 呃 普羅大眾呢 一起呢 往上提升 所以呢 弘揚大盛的為世就是 呃 他也寫了很多為世的論嘛 好 那我們大盛呢 活教以 弥勒菩薩斯為世的出組 因為 吳酌菩薩學的為世是從弥勒菩薩這邊來的 他到 道立天去聽的 好 然後呢 在 呃 天清菩薩斯第三組 好 這個是 呃 介紹我們 呃 這個論的 呃 世清論師 好 那再來看一下我們的 呃 聚社論呢 他這個名字的 用來 好 好 這個呢 呃 內容裡面呢 他有 依經跟那個 呃 論的不同 好 好 聚社中 他是依呢 聚社論 呃 所立的 宗派 好 那這個宗呢 除了以 聚社論 為主要的論點 以外呢 他 呃 依據的經典 有 斯阿涵 好 就是最原始活陀 講的經典 好 為他的依據 所以如果是 精量部的話 他就以 斯阿涵為準 然後其他還有 我們剛剛看過 發治論 還有 吉義門族論 法運族論 這個都最早從活陀 在世的時候 就有了 斯瑟族論 所以這些都是 活陀時代的論 好 然後四身族論 是比較晚 戒身族論 品類族論 這七個 然後還有 大匹菩薩論 所以整個聚社論 這麼多內容的精華 好 阿比達摩心論 跟雜 阿比坦的心論 阿比坦心論 跟雜 阿比坦心論 都是 好 好 作者呢 就是西北印度的 尖陀螺 現在的巴基斯坦的 白夏娃這個位置 好 然後他的全名叫阿比達摩 好 直接面對 好 超越 無比法 直接去面對 最初呢 是對活說的叫法 有所體悟 有所覺悟 好 因為你直接 面對 當然你自己就是要去獻關了 好 所以呢 對法這個 也叫對法論是阿比是對 達摩是法 所以呢 這也叫對法 這也叫對法 是趨向捏盤的腎道 剛剛講的是對向 這個四地跟對向捏盤 好從 對關四地 就是 你在現關四勝地 四地十六形象的時候 你就會 趨向捏盤 好 然後我們 知道這個巨色 在中文的意思是像 刀鞘 好 這寶刀要出鞘以後 這個 你就會看到這個寶刀 所以呢 這個 巨色本身呢 他能夠含色 對法的一切殊勝意理 好 就所有活陀教導的法裡面 最殊勝的 內容 好 所以也叫對法葬論 如果你看到對法葬論 也是在講巨色論 好 所以 洪志講對活的教說呢 就是早期經典 好 裡面的 阿涵經的解釋跟註解 所以你在阿涵經 看到的一些內容呢 如果 他沒有說明 這是什麼 好就像我們 講的十篇處的修行 阿涵經裡面有提到 但是只有論裡面知道 怎麼修 好他是最早期論的一個通稱 好 叫做阿比達摩 早期論的通稱叫阿比達摩 那更進一步的含義就是說 對活的講的這些經典的解釋跟註解 就是早期論的一個通稱叫阿比達摩 好 所以我們前面會講阿比達摩巨色論 就是把這個加進去 就是我們對活的一些教法的這些註解跟解釋 好 然後呢他含常很多的修行方法 就是這些含常透過呢 註解 對 會看到 所以這個論含常對活的教說的解釋跟註解的精髓 是重要的部分 好 好 世清論師呢 這個心論跟雜心論 我們下一堂呢 會補充資料的時候 把這幾個論呢介紹 還有最早呢要進入這個發誌論以前 好 他呢還有心論跟雜心論的基礎 然後再參考大彼菩薩論 好 然後再彌補呢發誌論的不足 好 為說因為剛開始呢這個大彼菩薩論的內容太多的時候 有人就寫比較簡單的心論 那很簡單的心論又太過簡單 又再把它添加內容就是雜心論 所以這些變成都是很多的內容的精華 然後再去參考他的原點 然後呢再參考活時代的論 然後再彌補呢發誌論的不足 好 這樣產生出來的 好 就要去參考 所以 內容包括的 就是我們 之前同學看到的 五位七十五法 把世間的萬有 分為色法 心法 心所法 心不相應形法 跟無違法 所以 他這裡要講的是有的部分嘛 所以他講三四十有 好 法體層存 但是我是空的 他是同時 在這樣子火定 我的 使我的 這個存在 好 好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在 放一次 我看 這個應該 這個 這一張表呢 應該我們的 氣色妖異是不是 一百四十五頁 看一下 他寫一四五頁 如果不是在另外一本 不是這裡 好 那這個呢 就看到這裡都是 有違法 那 你看這裡哪一個沒有牽線條 無違法 就是說我們在修行的時候 從有違的五領呢 分析 讓你怎麼樣呢 修行達到無違 好 然後呢也是 有漏無漏 他都有講到 好 這個我看 我這個也要等下 一禮拜了 我 把這個 比較 重要的地方 先講一下 好 先看一下這一張好了 好 有看到這個紅色的顏色 這是 季色論大概是五世紀左右 他根據 前面我們看到那些論呢 最早呢 也 來到了佛陀時代的大弟子 設立佛 穆建年所解的論 然後向下呢 就廣羅布派時代的各個布派 不同法義見解 所以他的論意呢 是遍及深文佛法的全部 好 尤其 最可貴的是說 他所述節雖然是 以說一切有不為中 因為當時候這個是最重要 代表佛教 但是呢 他不會只偏移這個 好 以道理 為正確的 來取捨 好 所以這個 當時候受到的重視是這樣子 好 那裡面呢 就是講到 經律論三章都要學 只讀經是不夠的 經一般都是來講 許多教理不會解釋 像 經呢 會講說不要做壞事 要是壞事做了有惡報 惡業 要做好事 但是沒有對這個葉的 因緣果報呢 分析啊 六因四元五果 這個只有據說論裡面有講到 好 然後呢 也不會去解釋說 為什麼 會有這個葉出來 然後它會產生什麼作用 這些深系的理論 只有論裡面才會解釋 所以應該這個應生導師是當代的活學大師呢 他還講深入活學一定要先懂得論啦 好 從論下手 好 所以我們佛教論這麼多 我們要從哪一部論先下手呢 自古印度賢慎祖師都推這個據說論 是因為呢 他是佛教的根本教理 以及對這些教理比較深入的探討跟研究 是一部基礎的論啦 只有立足在根本教理深入全面的理解 我們才能進一步去理解其他大小盛的論 就像蓋房子 你有地基你才能再蓋一樓二樓三樓 如果你沒有牢固的這個地基要跳到 這個空中樓閣是不可能的 很危險 然後呢從論下手 這也就講到居舍論 因為這我們的四部阿涵就是最早的經典 好 如果你要學維氏這個也是維氏的基礎 所以這個是我們密教的裡面 他們閣西一定是七年學巨舍 然後四年再學維氏 所以如果學了基礎論一定會對 我還會把這個我們印度佛教的那個分歧 分成原始佛教 然後根本佛教原始佛教 佛派佛教跟大聖佛教這些內容 大概介紹一下下一周 那早期佛教的教理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你才知道他到底是要跟我們講什麼 所以要學習於基礎論以前 當然要先了解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 然後還有佛教的根本教理 好 那我今天就先看到這裡好了 好我們一起回向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皆共成活到 好各位同學 拜個字回笑